Yeah 本節目呢 從今天開始 上節目大家要戴口罩 看到沒有是不是 旁邊的胖剛啊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也坐在我旁邊 有沒有覺得很喘 很喘很喘 我先跳脫講一個很智障的狀況 就是經濟部呢 因為避免群聚顧客不願外出用餐 然後經濟部編列共2.65億元 協助零售餐飲上架外送及電商平台紓困 我跟妳講啦 這個政策有夠白癡 我跟你講 餐飲界幾乎都不去申請 我智障喔 那我去申請這東西幹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筆錢一毛都不會給餐廳 都不給餐廳要給誰呢 給餐飲外送平台 北市在於這些餐飲外送平台 最近都大賺錢 你反而補貼他 頭卡底 好就這樣真的很不對 補貼什麼東西呢 上架服務 行銷服務 配送服務 請問這是不是外送平台 本來就該自己做 是啊 那你補貼錢給他讓他做他本來就該自己做的 怎麼搞的呢 他應該要補餐廳呢 就沒有 而且外送平台跟這個餐廳之間 還要抽30%等等 外送平台從以前到現在最大的問題都是 他絕對不會虧錢 因為他收兩筆費用 他第一個你下單收我外送費 施缸豬腳墊 假設我訂100塊的豬腳 我給你30塊 對 這個東西一直以來都是爭議了 你知道紐約市議會 預計4月要開公聽會 規定以後不能收超過10% 因為30%太多了 你知道Uber Eats現在在全世界 都已經Waiver掉消費者的點餐費 不收供體時間 光在每家一個區域 他準備30萬份免費餐點給醫護人員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結果在台灣你有沒有聽到 我們有這種東西啊 沒有 我們經濟部比較差 所以現在供體時間做法是 應該要求外送平台 降低對餐廳的抽成 強制降到一半以下 15% 我覺得10到15 因為你沒有餐廳 你來送什麼 對啊 他現在錢賺不完 你再多補他1.51 是真相多 絕對納稅人交太多了 你會說 繳這麼多啊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 來我有建議啊 這個我今天 寫在ETtoday的言論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為什麼我們說要降%數 是因為你一降 從30%降到15% 餐廳利潤就多15% 可是他利潤多1.6 那你與其你補1.5億 你這樣一砍之下 全國的補貼總效益 可能是30億40億 把錢給外商 然後錢不給本土的餐廳 這中高 我認為錢應該直接給到店家手上 你就給現金 鼓勵他們往外送的方向走 就是你可以補貼他有錢 補貼他買包財 然後甚至補貼他們 顧人來送 然後那你給外送平台送什麼 第三個 索性扶植台灣的外送平台 或是組國家隊 2.65億可不可以開家公司 可以了嗎 你如果這些外商不調降抽成費 不調降消費者的訂餐費的話 我的國家隊就跟你競爭 那競爭之後看你要不要 然後我還宣傳你這些不愛國 看你敢不敢 第四條 有勞資糾紛的平台不能加入申請 那這樣幾乎很多人 這就是問題啊 你之前一直科扣這些 這個外送員 如果真認真起來勞減都可能有問題啊 你想想看 你是補貼 然後讓這些還沒有加入外送的商家 往大平台走 那你是不是間接導致市場不均衡 你補貼他們根本可以自己出的錢 讓市場被這些大廠商占 壟斷了啊 對啊 這是不是有問題 奇怪了 我不能拿錢來自己做更好的包裝 更好的代謝嗎 而且我有申請到的話 我可以自己雇人 就直接給外送啦 或是說我就不用之前那麼多員工 員工會轉送外送啊 我們就這樣講 給1.5萬3個月 每個月5千塊 光補貼油費或請控制 現在油很便宜 因為送機車的話 現在油費不高的 可以開卡車去送啊 油現在比水還要便宜